好 现在我们看第二单元代理制度 那么这个单元的话呢 考点比较多 大家需要准确理解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考点代理的法律特征 什么叫代理 它的法律特征是什么 先看一下代理的基本定义 它指的是呢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放入内 以谁的名义呢 以这个被代理人的名义 跟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 实施的是法律行为 什么讲法律行为跟事实行为 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如果这是有效代理 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直接由谁承担呢 由这个被代理人承担 这就是代理 什么意思呢 例如假公司授权A 所以你帮我去买一个设备 授权的价格不超过一百万 然后A的话呢 是以假的名义 跟以直接签了个八十万的买名合同 它在权限放入内 以假的名义 跟以直接签合同 这是有效代理 在这种情况下 直接由被代理人假公司 来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就可以 这是代理的基本特征 然后看一下了 讲特征的时候 先看第一条 这个代理行为 它是民事法律行为 什么叫法律行为 什么叫民事法律行为呢 它是一个 民事法律行为 指的是一个合法的 有效的行为 先看第一个解释 说代理人 他从事的这个代理行为 主要包括三类 第一类的话呢 是民事法律行为 例如签订买卖合同 第二类 是民事诉讼行为 打官司可以代理 然后第三种 是某些财政行政行为 例如代理专利申请 代理商标注册 这个都可以代理 其中后两种行为 它均包含意思表示的要素 它实际上属于这个准民事法律行为 属于准民事法律行为 这是第一个特征 再看第二解释 说并非所有的民事法律行为 都可以代理 某些具有人身性质的民事法律行为 例如订立遗嘱和结婚 这是不能代理 像黄晓明结婚都没代理 那你就别想代理的事了 因为结婚必须是亲自去的 以及双方当事人事先约定 必须有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这是不能代理 这是第一个特征 但第二个特征 必须谁的名义呢 以这个备贷的名义 来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那么讲到这个点的时候 大家需要搞清楚 到后边呢 会涉及到一个委托 旁计的问题 例如 A的话呢 他委托B 说你帮我去买个兼并 说我签的是委托合同 如果是委托 在这种情况下呢 A是委托人 B的话是受托人 如果是委托合同 这时候B 他知道C卖兼并 以谁的名义跟C去签着合同呢 两个选择 他可以以委托人的名义签合同 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签合同 他是两个选择 但是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 民法通则呢 他只承认 以备贷的名义签合同 但是讲合同法律制度 讲到委托合同的时候 他说可以 B的话以自己的名义签合同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构成引名代理 他是引名代理 什么叫引名代理呢 引去了谁的名字呢 引去了A的名字 第四章会专门讲 引名代理的问题 总之委托 他是两个选择 再看呢 旁计合同 旁计合同的话呢 咱们教材中很少设计到 例如A的话 他让B呢 说你将我这个破棉袄 帮我卖出去 他从事贸易活动 因为杭计的话呢 他限于从事贸易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 说B的话是杭计人 这个杭计人 如果将棉袄 卖个C的时候 以谁的名义呢 再搞清 这个杭计人 他只能以自己的名义 将棉袄卖个C 这是到底谁的名义 再去搞清 再看一下第三个特征 说代理人 在代理权限范围内 是独立的向第三方进行 意思表示 两个关键词 首先看一下 说代人包含物品 代人包含物品的话呢 他不涉及到第三人 因为这个不属于代理 跟第三方没关系 但第二点 说传递信息 传递信息的话呢 他不能独立进行 意思表示 也不属于代理 只是传信 说到底一百万 还是八十万 他传递信息 他不能独立进行 意思表示 所以这块也不属于代理 因为如果代理的话 他在权限范围内 是可以独立进行 意思表示 当然你授权 说不超过一百万 到底我们签一个 八十万的合同 还是九十万的合同 都可以 第四个特征 是代理行为 他的法律后果 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 那么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需要搞清 这个代理人 跟法定代表人 他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例如 说假公司 他法定代表人 如果王某 在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需要搞清 这个法定代表人 跟这个公司 他属于一个民事主体 他是同一个民事主体 法定代表人的行为 他就是假公司的行为 他是同一个主体 所以谈不上呢 这个效率归属的问题 要王某的行为 就是公司的行为 再看代理 和假公司 如果授权A公司 那就帮我去买设备 这个代理人 跟被代理人 他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 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 但是如果A的话呢 以假的名义 这个签合同 如果是有效代理 只是呢 这个代理 先是有效代理 他的法律后果 直接由被代理承担 如果有效代理的情况下 这个法律后果 直接由假公司承担 但是他是两个不同的主体 所以这点 大家必须要清楚 这是代理的特征 现在这个问题 咱们驻快09年 考过一个单选题 我们看一下 到下的行为中 这个不构成代理的是什么 那个不构成代理 还选A 说假受公司委托 代为处理公司的 民事诉讼纠纷 民事诉讼 这块呢 他属于代理 再看选B 以受公司委托 以该公司名义 跟他人签订买卖合同 定理买卖合同 这个是构成代理 选C 丙受公司委托 代为申请专利 专利申请 这块呢 他属于代理 然后选D 他说丁受公司委托 代表公司 在宴会上致辞 代表公司 在宴会上致辞 大家吃好喝好 会产生法律后果吗 这个不会 对这种情况呢 他不构成代理 因为代理的话呢 就需要向第三方 进行意思表示 他在宴会上的话 这个致辞 这种不属于代理 那哪些属于代理呢 他是适用于民事主体 直接设立变更 或者终止权力义务的 法律行为 设立变更或者终止权力义务 例如呢 他可以是法律行为 比如签合同 也可以是申请行为 申报行为 诉讼行为 这种才属于代理 你代表公司 在宴会上 讲几句话 这个谈不上 设立变更 或者终止权力义务的问题 好 香港第二个考点 委托代理 香港第一点 这个委托代理 说假 他授权A 说你帮我去买设备 在授权的时候 都需要呢 根据意思表示来发声 因此呢 这个被代理人 在授权时 他必须具有相应的 民事行为能力 才可以 如果你本身 无民事行为能力 你不能对自己的 授权的后果 进行判断 对这种情况 不行 只有相应的 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点 这个授权行为 它是一个单方 法律行为 不管是授权行为 还是呢 我撤销 这个授权 它都是单方 把这行为 然后第三点 这个授权 授权的话 它可以采取书面形式 也可以采取口头形式 不要求 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第四点 授权委托书 如果授权不明 这么处理 授权不明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被代理人 他应当对第三人 承担民事责任 代理人 他只是负呢 连带责任 首先 什么叫连带责任呢 在这本教材里 经常讲 实际上我们后边讲 第五章 合伙企业 会一直讲 连带责任的问题 有些考生 第一次听课 咱们稍微解释一下 例如 ABCD 四个合伙人 他成立讲 普通合伙企业 然后这合伙企业呢 向银行 贷款一百万 到期 不能还钱 经过强制执行 这个合伙企业 全部财产 只是四十万 对不足的六十万 这么处理 因为这是普通 合伙企业 所有的普通合伙人 都需要对企业债务承担 如屑 连带责任 什么叫连带责任呢 站在倚的角度 爱找谁找谁 爱要多少 要多少 比如就看着C不顺眼 找C要全部六十万 这个没问题 站在C的角度呢 他对外 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在企业内部呢 他承担的是按分责任 按照合伙协议 所约定的份额 承担责任 但是呢 他内部之间的分担比例 对外 对债权人 没有连输力 所以这点搞清 得找C 要六十万之后 跟债权人没有关系了 C在内部呢 他可以向其他合伙人追 有的承担六十万的连带责任 内部的按分责任 但是说好了 他出现亏损 大家会平均分担 在内部按分责任呢 是十五万 他多交了四十万 多的四十万内部呢 向ABD去追 这是可以 所以讲到这的话 他需要搞清 一说连带责任 都指的是对外的效率 他对外 对债权人 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这个基本的概念 要区分 然后再看一下 如果授权不明 这个怎么去处理呢 举个例子看一下 说这个甲 他授权A 说你帮我呢 去买一批水 买一堆水 回来特别渴 他只是授权了 这个价格 说别超过三块钱 实际他兜里就三块钱 说别超过三块 帮我买一堆水回来 他没说到底买多少瓶 A的话 这辈子第一次当代理人 于是A的话呢 他以假的名义 跟以这个小卖部 就签了合同 单价两块五 没有超过授权 买多少瓶水呢 来一百瓶吧 合同标的 二百五十块钱 以这小卖部 第一次做这么大单生意 把水送过去了 假看到这一堆水 不渴 钱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处理 首先呢 他授权不明 授权不明的话 谈到支付货款 谁是债权人呢 小卖部的话 肯定是债权人 谁需要对小卖部 承担责任呢 戴考卿 是被代理人 他需要对第三人 承担责任 得看到这 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呢 这个代理人 要付连带责任 什么意思呢 站在小卖部的角度 他可以找A 也可以找贾 爱找谁找谁 两个选择 首先我们看 第一个选择 如果他找到贾了 贾的话 如果有钱 假有钱 向小卖部付款之后 假的话 在内部 能向A追吗 这个不行 因为呢 这个被代理人 他承担最终的责任 既然找到你了 你向A的话 追 这个不行 这是第一条路 但第二条路 小卖部的话 也可以向A 要着货款 因为代理人 他对外 就要承担 连带责任 如果找到他了 他支付了 250块钱之后 在内部 向谁追呢 他向假 去追这个 250块钱 这是可以 但是他们的内部 之间怎么狗摇狗 是内部的事情 跟债权人 没有关系了 但是学生老问 他说A向假 追的时候 万一假不给他钱 怎么办呢 我再重复一遍 那是狗摇狗的事 你掺和他干嘛 这是授权不明 谁承担责任 谁承担连带责任 谈到这个问题 咱们住快2000年的时候 考过一个单选题 就考到 如果授权委的书 授权不明 到底谁承担责任的问题 这个单选题 大家搞清就可以 好 小卖第三处考的 是无权带领 对这个无权带领 需要区分 到底是狭义的无权带领 还是表件带领 首先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狭义的无权带领 又怎么去处理 首先判断呢 什么叫无权带领呢 包括三种情况 第一 压根就没有代理权 第二个 超越代理权 本来授权的是100万 但是签了个120万的合同 要超越代理权 第三是代理权 终止以后进行的代理 都构成无权代理 如果是无权代理 怎么去处理 这些条文 大家自己慢慢去看 都来得及 怎么去理解呢 画一张图就够了 而贾 授权A 帮我去买设备 授权的价格 不超过100万 A作为代理人 以贾的名义 跟以直接签了个120万的买卖合同 先判断 这是超越代理权 构成无权代理 如果是无权代理 那么贾以之间的合同 有效还是无效呢 这个合同 在定例的时候 你不能说有效 也不能说无效 在成立的时候 合同的效率是待定的 效率待定 不能说无效 这点搞清楚 然后站在以的角度呢 来想区分 首先呢 他有一个这个催告权 他是有权催告 被代理人 在一个月内 对合同的效率进行追认 在假的话 这块有一个这个追认权 如果他表示追认了 明确表示追认 这个合同 就按照有效合同去处理 如果追认了 这有效合同 或者假的话呢 嘴上没说追认 但实际上 已经开始履行合同 该付款付款了 那还是你追认了 就按照有效合同去处理 如果假的话呢 他明确表示不追认 如果不追认的话呢 这就变成无效合同 先是无效合同 假的话就不需要承担 合同责任了 但是讲到这儿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他如果 已在催告的时候 假在一个月内 他未做表示 怎么处理 没坑说 未做表示 那么是为拒绝追认 既然是为拒绝追认 这个合同 就按照无效合同去处 所以这点呢 必须搞清 未做表示的是为拒绝追认 我根本没理 根本没理他 所以呢 就视为无效合同 这是催告权 那么讲催告权的时候 该搞清 不管这个相对人 是善意的 还是恶意的 都有一个催告权 再看 以的第二权力 是撤销权 谈到撤销权的话呢 前提 必须是善意相对人 在假追认之前 有一个撤销的权力 只有善意相对人 才有一个撤销的权力 而且只有相对人 有催告权 跟撤销权 所以这点大家需要区分 那么讲到这的话 有一个问题 是关于形成权 什么叫形成权呢 形成权的话 指的是根据单方意思表示 就可以产生法律效率 单方意思表示就可以 不需要对方 是不是统一的问题 只要单方就可以 那么这个催告权 撤销权 和这个追认权 哪个属于这个形成权 咱们前面讲到 那个可撤销的合同 讲撤销权的时候 那撤销权 它属于形成权 那么现在的话 刚才这三个权力 哪个属于形成权呢 首先这个追认权 它属于形成权 这个撤销权 属于形成权 但是催告权 催告权的话呢 它不属于形成权 催告只是一个意思表示 看对方是不是追认 给你催告权 可不属于形成权 要区分 但是讲到这的话 听着有点数 没错 前面我们讲到 那个限制民事行动能力人 他签的合同 跟这个说法是一致的 首先合同 在成立的时候 它是效率待定的合同 但是相对来 有一个推告权跟撤销权 而且呢 在这本书里边 有两处 它属于效率待定的合同 效率待定 第一个是讲的 限制民事行动能力人 签合同 什么情况直接有效 什么情况 待定的 然后讲狭义的 无权代理 这块还有一个 效率待定的问题 这两处 效率待定 来想区分 是不是听懂了 举个例子看一下 到6月5号 假授权乙 以假的名义 将假的一台 笔记本电脑 不授 说价格不能低于 8000块钱 这是授权的价格 乙的好朋友饼 准备到6000块钱的 价格购买 于是呢 乙对饼说 说大家都是好朋友 假说最低要8000 但我想 6000块钱卖给你 他肯定也会同意的 讲到这的话 你琢磨一下 乙丙 这是双方恶意串通 损害假的利益吗 谈不上恶意串通 并没有捅过说 你给我多少钱 我帮你给他卖了 这可不是要恶意串通 这小学友人 基本功得有 这个题只是告诉你什么呢 说假说至少要8000 但是呢 我想大家都是好朋友 6000块钱 他也会同意 他只是告诉你 当时签合同的时候 乙的话呢 超越代理权 构成 无权代理 因为假授权乙 授权的是8000 乙的话呢 以假的名义 根柄签合同 签的是6000 乙的这个行为 他构成 这个无权代理 然后站在柄的角度 他当时就知道 无权代理 所以他是善意还是恶意的呢 这块 要看当时是不是知道 他属于恶意的 但这个不叫恶意串通 因为善意恶意的话 就是当时知道还是不知道 以这个标准 在柄的话是恶意的 恶意还是善意 需要区分 既然是恶意的意味着什么 两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 恶意的这个柄 还有催告权吗 就算恶意的 他照样有催告权 但如果恶意的 还有撤销权吗 第二个判断 他是没有撤销权 要只有善意相对论 他有一个撤销的权利 然后看哪个表述 正确 选A 说该买卖行为无效 对不对 说那个合同在成立的时候 成立的话呢 他属于效率待定的合同 不能说无效 所以这个说法是错了 再选B 以的话呢 构成无权代理 说法正确 然后选C 以的话可以撤销 该行为 因为讲撤销权的时候 谁有撤销权呢 五个字 善意相对论 只有这个善意相对论 有撤销的权 如果这个柄 他是相对论 如果他是善意的 才有撤销的权 但这个 我们看一下了 以的话呢 是代理人 代理人的话 谈不上撤销权的问题 所以这个C 不能选 然后选D 假的话可以追认 该行为 假设被代理人 又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 他有个追认权 所以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选这个B跟D 就可 好 下车看 第四个考点 是表现代理 这个考点非常重要 经常考单选题 而且呢 去年考综合题 就考到 大家首先搞清 这个讲表现代理的时候 大的方向 要搞清 大的方向是什么呢 他表面上 这是无权代理 什么叫无权代理呢 第一种情况 没有代理权 第二种情况 超越代理权 第三 是代理权终止以后 进行的代理 他表面是无权代理 但是 如果相对人 是善意的 是第一个条件 相对人善意 那么第二条件 有理有相信 该行为人 有代理权的 该代理行为 是有效的 尽管实际上 无权代理 他必须同事 买到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相对人 他必须是善意的 就是善意相对人 他有理有相信 第二条件 必须是有理有相信 所以什么情况 构成有理有相信 那是初期老师的事情 初期老师 进攻一方 好称是防守一方 他给你编一个 很长的故事 最后告诉你 有理有相信 在这种情况下 就构成表见代理 是善意相对人 从表面来看 从表面看 有代理权 就构成表见代理 不能对抗 善意第三人 这是这本书 一个基本的原则 不能对抗 善意第三人 所以这个行为 这有效 所以讲到这的话呢 代效搞清 关于无权代理 都是无权代理 他签的合同 怎么去判断呢 如果是狭义的 无权代理 这个合同 他处于代定状态 效率是代定的 但如果构成 这个表见代理 表见代理的话呢 这个合同直接有效 合同是有效的 然后下次我多问一句 这个狭义的无权代理 跟表见代理 它最关键的区别 在什么地方 最关键的区别 就在于 有理由 相信 因为这个狭义的 无权代理 这个相对人 他也可能出现 善意或者恶意的问题 也可能是善意的 但如果想构成 表见代理 最关键的问题 什么情况下 有理由相信 所以这点搞清 这是第一个点 需要注意呢 这个第二点 就表见代理 他的构成要件 讲构成要件的时候 这必须是有理由 这个相信 那么什么情况下 他构成有理由相信 我们看一下了 这个剧本 就是这个 有理由相信 他的剧本 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这种情况 就像第一条 合同签订人 他持有被代理人的 介绍信 或者该要印章的 空白合同书 使得相对人 相信 需要代理权 有盖好章的介绍信 或盖好印章的 空白合同书 第二个剧本 他说无权代理人 此前 曾被授予代理权 且代理期限 尽未结束 但是实施代理行为的时候 代理权 已经终止 对这个问题 怎么去理解 因为这个本身 不用去背 这是初级老师 要看的东西 作为考生 你说防守一发 就两个点 第一个点呢 先判断 他是无权代理 他实际上是无权代理 但是呢 相对人 如果是善意的 而且呢 又有理由相信 既然同时满足 这两个关键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构成表建代理 这个行为 就是有效的 咱们去理解 几个例子看一下 例如 说假公司 他这个授权A 说你帮我呢 去买商品房 但是在出去 授权委的书的时候 假公司 又过失 什么过失呢 他把盖好公章的 空白介绍线 或者盖好公章的 那个空白的 授权委的书 以及盖好合同 周用章的 空白合同书 章都盖好了 但是将空白的 这个东西 交给A 去买商品房 A的话 认为有机可潮 A的话 于是自己 跑到银行 这个贷款一百万 A是债务人 银行是债权人 以的话 让A提供担保 于是A的话 回家之后 偷偷了 把空白的东西 给上什么了 说假授权A 去签 保证合同 于是呢 这个A 以假的名义 跟银行 签定保证合同 在签保证合同的时候 大家效果清 站在A的角度 他实际上 是无权代理 因为假呢 并没有授权的 去签保证合同 实际是无权代理 但站在银行的角度 第一个 他当时是善意的 只要当时是善意的 当时不知道 一个条件 然后第二条件呢 他有理由相信吗 当然有理由 因为这块有 假公司盖好公章的 那个授权书 有盖好假公司 合同专用章的 那些合同书 他当然有理由相信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构成表件代理 既然是表件代理 指的是 站在以的角度 他表面看呢 从表面看 A是有代理权的 既然构成表件代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这个保证合同 是有效的 这个行为有效 既然行为有效呢 A作为债务人 到期不还钱 银行作为债权人 要求假公司 承担保证责任的时候 他就不能拒绝 因为保证合同 是有效的 所以看到这的话 你走明一下 在什么情况下 会造成 善意相对人 有理由相信呢 只有被代理人 有点过失 你肯定有毛病 在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他的过失 让A的话有机可乘 不能对抗 善意地三人 这第一个判断 先判断呢 这个合同 会有效 但是后来 出他一些规定呢 对这块进行了突破 因为站在 以的角度 大家搞清楚 以的话呢 他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如果他想 旅行这个合同 他想玩 想旅行合同 以的话可以打哪张牌呢 他可以主张 表件代理 如果主张 表件代理了 站在假的角度 能做相反意思的 抗辩吗 假说 说这不无权代理吗 不能做 这种相反意思 表现的抗辩 这是呢 这个第一种情况 但第二种情况 如果以公司 他不想 旅行合同 他不想玩 不想玩的话 他可以怎么做呢 他可以 打哪张牌 你作文一下 他可以主张 善意相对人的 这个撤销权 因为他肯定是善意的 他主张善意相对人的 撤销权 而且撤销权属于 形成权 什么叫形成权呢 单方意思表示 只要以主张撤销 需要经过假同意吗 不需要经过假同意 假能做相反的 意思抗辩吗 如果以不想玩了 假说说 这不是表件代理吗 你必须玩啊 这个不行 所以主动权 都在呢 善意相对人的手中 所以这两种情况 大家需要准确区分 就可以 这是关于表件代理的问题 是不是听懂了 再举紧例子 消化一下 希望第一题 和假公司 委托业务员张某 到某地 采购一批 等粒子电视机 他授权张某 去买等粒子电视机 和张某到该地之后 意外发现 当地乙公司 生产的液晶电视机 很畅销 于是呢 就用 该有假公司 共章的空白介绍器 和空白合同书 跟乙公司签订了 购买200台 液晶电视机的合同 这是 无权代理 而哪个表述是正确的 首先大方向 他是无权代理 但是呢 站在乙公司的角度 第一个 他是善意的 当时不知道 除非题目明确告诉你 当时知道 如果媒体这个事 人家是善意的 当时不知道 反正第一个条件 再按第二个条件 这个乙公司 他是有理由相信 因为他告诉你 盖好公章的 空白介绍信 和盖好章的 空白合同书 在这种情况下 有理由相信 所以首先判断 这是表现代理 他选一 说乙公司 有权具于 狭义无权代理 行使善意相对人的 撤销权 从而使得 整个代理行为 归无相 对不对呢 说乙公司 如果不想玩 签了合同 不想玩了 不想玩之后呢 他具哪张牌 这是行使 善意相对人的 撤销权 而且这是行政权 只要我不想玩 我主张撤销了 这时候就不用履行合同 再干选一 说乙公司 基于狭义无权代理 行使善意相对人 撤销权的时候 说假公司 他有权 基于表现代理 要求乙公司 必须履行这个合同 对不对呢 说乙公司不想玩了 人家主张撤销 在假公司说 这不表现代理吗 合同有效啊 必须履行合同 他能做相反的 意思抗辩吗 不行 他是无权主张 再看选一 说乙公司 基于表现代理 要求假公司 履行合同时 假公司可以 以这个无权代理 为友进行抗辩 如果乙公司 想履行这个合同 人家主张 表现代理 但假公司说 这不是无权代理吗 能做相反意思的 抗辩吗 不行 再谈选一 说乙公司 基于表现代理 要求假公司 履行买卖合同时 假公司不得 以无权代理 为友进行抗辩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题的话 选A跟D就可 这是关于 能不能做相反意思 抗辩的问题 第一题 好 下来看一下第二题 假是乙公司 采购员 已经离职 然后丙公司 是假公司的客户 已被告知假 离职的事实 已经被告知了 但是呢 当假持有乙公司 盖章的空白合同书 以这个 以公司的名义 跟丙公司 恰够 100吨白糖食 这个丙公司 仍与其签订了 买卖合同 根据规定 哪个表述是正确的 首先判断呢 他这个大方向 已经离职了 大方向的话 这属于 无权代理 然后这个构成 表件代理吗 尽管题目告诉你 所持有盖章的 空白合同书 有正确化 但是构成表件代理吗 不构成 为什么 因为想构成表件代理 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是善意的 第二个有理要相信 因为他被告知了 假离职的事实 这种情况呢 他不可能属于表件代理 所以这个属于 这个狭义的无权代理 既然是狭义的无权代理 所以这个合同 他的效率是带定的 但是乙公司呢 看下丙公司 谁是相对人呢 丙公司是相对人 这相对人的话 第一个是有一个 催告权 他这有催告的权利吗 他被告知假离职的事实 说我们这个相对人 他是恶意的 就算是恶意的 他照样有催告权 他有撤销权吗 就没有撤销权 只有善意相对人 他有个撤销的权利 看一下选A 说假的行为 构成无权代理 合同效率带定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再选B 说假的行为 构成无权代理 合同无效 错了 合同效率是带定的 再来选C 说这个丙公司 有权在乙公司 追上合同之前 行使撤销权 丙公司的话 还有撤销权吗 他被告知了 假的离职的事实 谈不上善意 他是恶意的 在这块不能行使撤销权 但选D 说丙公司 可以催告乙公司 追上该合同 还有催告权吗 就算恶意 有催告权 关键后边的话 他如果乙公司 在一个月内 未作表示 则合同有效 对不对 如果被代理人 在一个月内 未作表示的 怎么处理呢 未作表示 他是为拒绝追认 如果拒绝追认的话 这个合同是无效 所以这四个选项里边 只有A 说法正确 这是恶意的 怎么去处理 好笑 看一下 这个第三题 07年3月份 假公司 拼用以为业务经理 委托其 负责跟丙公司的 要往来 然后08年4月份 假公司 将已解片 但是未收回 一所持有 该由假公司 公章的 空白合同书 也没有通知 丙公司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首先呢 他没有收回 没有收回 该由假公司 公章的 空白合同书 也没有通知 这个丙公司 然后同年5月 以假公司 又有经理的身份 持该由 假公司 公章的 空白合同书 跟丙公司 签的一份 外面合同 尽管实际上 是五千代理 但是丙公司的话呢 他是善意的 有理如相信 所以这种情况 他构成 表件代理 但是表件代理 所以这个合同 他是直接有效 但是表件代理 对这个合同 直接有效 选避就可以 好笑 我看一下 第四题 说假是 乙公司业务员 或者某小区的 订乃业务多年 每月月底 在小区呢 这个摆摊 更换订乃户 并收取下月的 订乃款 然后13年5月29号 假从乙公司辞职 5月30号 假仍 照 他让他照常 前往小区摆摊 收取呢 订乃款 订乃户 不知内情 照例呢 交钱 假的话跟平时一样 也是开出 该要讲色公章的 这个订乃 订乃款收据 之后假下落不明 根据规定 哪个表述 正确的 题目本身很长 说了个什么事呢 他5月29号 假同乙公司辞职 但是30号呢 照样呢 以这个乙公司的名义 跟订乃户 签合同 而向订乃户的话 开出该有乙公司 公章的这个数据 在这种情况下 相判断呢 这个 他构成 表件代理 既然是表件代理 在这种情况 这个乙公司 就应当向订乃户 来承担 履行 合同的 这个义务 他是构成表件代理 所以这个题的话 选D就可以 这是关于 这个表件代理的问题 怎么处理 好 关于这个讲 咱们先讲到这儿